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,临到耶利米。 犹大悲哀,城门衰败,众人披上黑衣,坐在地上。 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,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, 他们来到水池,见没有水,就拿着空气敏,蒙羞惭愧,抱头而回。 耕地的也蒙羞抱头,因为无鱼降在地上,地都干涅。 田野的母鹿,生下小鹿就撇气,因为无草。 野驴站在静光的高处,喘气好像野狗,因为无草,眼目失明。 耶和华,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,还求你为你明的缘故行事。 我们本是多次被盗,得罪了你。 以色列所盼望的,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呀。 你为何在这地,想寄居的,又想过路的,只住一宿呢? 你为何像受惊的人,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? 耶和华,你仍然在我们的中间,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,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 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, 这百姓喜爱漂流,不禁止脚步,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,如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,追讨他们的罪恶。 耶和华又对我说,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,他们进食的时候,我不听他们的呼求,他们献凡计和宿计,我也不悦纳。 我却要用刀剑,饥荒,瘟疫,灭绝他们。 我就说,哎,主耶和华,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,你们必不看见刀剑,也不遭遇饥荒,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 耶和华对我说,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,我并没有打发他们,没有吩咐他们,也没有对他们说话。 他们向你们预言的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,是虚无的事和本心的诡诈。 所以,耶和华如此说,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,我并没有打发他们,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,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 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,必因饥荒刀剑被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,无人葬埋,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,我必将他们的饿倒在他们的身上。 你要把这话对他们说,愿我眼泪汪汪,昼夜不息,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,我若往田间去,就见有被当杀的,我若进入城内,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。 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,也不知怎样才好? 耶和华,你全然序调有大马,你心厌恶西安马,为何击打我们,已使我们无法医治呢? 我们指望平安,却得不到好处,指望痊愈,不料受了惊慌。 耶和华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 不厌恶我们 不辱墨你荣耀的宝座 求你追念 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 外邦人虚无的神中 有能降雨的吗 天能自降甘霖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能如此的不是你吗 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